欢迎回到华尔街周报的节目现场 本周美股终于出现了反弹走势 投资人该如何解读 此时美元走强全球投资布局又该有什么样的调整呢 今天节目当中很高兴再次邀请到海投全球首席执行官王金龙 请他来为我们分析最新的美股走势 而以下是稍早我们所做的专访内容 今天节目当中很高兴再度邀请到的是海投全球的首席执行官王金龙 请他来为我们分析点评美股市场的最新走势与发展 王总你好 美股近期是持续下行的压力 现在市场都在预期 美联储在这个月可能会再升息三码 也就是75个基点 怎么分析美股的总是 市场气氛现在又是如何呢 近期美股下行的压力主要是来源于美联储的主席Jay Paul在Jackson Hall的讲话 是非常鹰派的非常强硬要求加息抑制通胀 甚至不惜牺牲美国的经济为代价 所以最近几天呢就是市场开始反弹 主要是因为大家已经吸收了 接受了这个加息75个基点的一个现实 然后另外的话 今年到年底可能还要再加息两次 上升到4%左右的一个基础利率 所以市场已经预期已经把这个整个的price in 所以就是美股就最近几天开始反弹 我们认为波动还没有结束吧 就主要是因为美国经济是不是进入经济衰退 能不能软着陆 所以很多这些预期还在博弈吧 市场的气氛相对来说比较缓和了 主要就是还是像我说的 现在市场已经接受了这个现实 然后已经为这个预期 加息的预期进行调整 然后另外就是通胀的话 现在就是得到了一定的抑制吧 还不能叫控制 就因为最近除了战争啊 除了中国的供应链受阻啊 又出现了现在这个恶星的天气的变化 尤其全球变暖以后的话 气候波动非常剧烈 夏天更热 就消耗更多的能源空调 然后冬天会更冷 所以大家预期今年会是一个寒冬 所以要提前准备天然气啊 这个冬季取暖 所以总体来说的话 通胀可能还不会短期得到控制 但是美国这边的工资啊 服务的成本啊 还是在持续的上升 所以我们的预期就是 美联储还是要连续加息三次的 然后到年底再观察 所以到那时候市场可能会 波动性会有一定的下降 另外现在欧洲的情况似乎也特别的严峻 不仅是有通膨还有能源危机啊 您如何看欧洲经济的前景 对于美股市场会产生冲击吗 欧洲的情况是非常严重了 因为虽然欧洲的这个通胀 比美国来的晚 但是来的更加剧烈 主要就是因为美国这边 虽然能源价格呀 像这个粮食价格呀 也在上涨 但本身美国是产出国 所以这个能源和粮食都是进出口的 欧洲这边纯是靠乌克兰啊 靠俄罗斯啊 进口能源进口粮食 所以战争对欧洲的影响是非常非常的大 而且是非常短期非常剧烈的 我们对欧洲的前景不是特别看好 主要就是因为能源危机导致了很多工厂停工啊 然后家庭断电呀 所以总体来说的话是非常非常不乐观的 所以还是希望能够战争能够尽快的和平的结束 整体的全球的市场恢复正常 对美股的影响应该不是特别大 因为主要还是美股这边是利的嘛 所以欧洲的市场是基本上是跟随美股的市场的 所以美国市场现在看起来是 尤其是这个星期连续反弹了三天 看起来是恢复了信心 但是欧洲的刚才我说的这个经济情况是 还是非常非常恶劣的 另外美元走强 近期非美元的货币几乎都是大饼 那么在此情况下 对于金融市场又会产生什么样的冲击呢 美元最近持续走强 而且这个趋势看起来还没有停止下来 可能还会进一步的走高 其他的主要的货币 就包括像欧元日元甚至像人民币 都在全面的贬值 所以对这些货币的压力是比较大的 因为大家在游戏通胀的这种情况下 很多货币加速贬值 大家为了保值就会兑换美元 然后很多美元计价的一些大宗商品 像黄金石油这个价格也会持续上涨 但好处就是现在刚才讲经济放缓 所以对这些大宗商品的消耗的预期在下降 所以价格是没有像就是年初的时候上涨的那么剧烈了 总体来说的话 像欧洲像这些日本成熟的经济体的压力会小一点 压力主要还是传递到了新兴市场 有一些像比如说印尼这种 他们是出口国吧 所以对他们的本国的货币的压力还小一些 尤其像一些进口国 比如像巴基斯坦孟加拉 这种压力就非常大了 尤其是他们的外债都是有美元计价的 所以现在基本上就是不是外债 连利息都还不起了 所以在跟像这个MF 这国际货币金组织 再重新谈判 再出资 再调整内部的经济架构 所以总体来说的话 美元走向对新市场是具有非常大的一个影响 好的 最后还有一点时间了 在现在像此的一个情况 那您建议投资人要如何调节手中的持股 对于资产配置又可以做如何的调整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话 我们建议还是不要做择时不要他们的market 就包括我们自己的操作 去年10月份开始降低股票的仓位 今年5月份开始加这个股票的仓位 其实择时的时机都不是特别好 就包括我们5月份开始加仓的时候 其实到6月中才见底反弹的 所以我们建议还是要做一个长期的一个组合的一个配置 但是可以定期进行一些战术性的调整 就包括我们在夏天就开始建议 增加一些股票的一些仓位 但长期来看的话 我们还是建议投资人要多配一些 长期的跨周期的另类资产的配置 比如说像VC啊PE啊 像一些房地产基金啊 如果是股票债券的话 在现在这种情况下的波动都是比较大的 所以为什么投资人现在都在抛售成长股票 去买进价值股 包括买进巴菲特管理的Berkshire Hathaway 最近表现都是相对来说比较好的 所以我们认为在这种高波动的市场情况下的话 要做得住 不要高频的交易 不要all in 不要加杠杆 所以还是要保持一个长期稳定的一个仓位 然后在定期的时候进行rebalance 就是我们包括说在夏天的时候 股票市场下跌的时候就要买进股票 然后如果债券下跌的时候要补充债券的这个仓位 王总表示 本周美股出现反弹 主要是因为市场已经接受美联储在本月再升息75个基点的预期 市场短期有一点利空已经反映出来的味道 不过王总也提醒大家 通膨只是受到了抑制 尚未完全受到控制 因此股市的波动 预计将会持续到年底 而在此之前呢 还是要建议投资人做长期的资产配置 并且增加一些另类的资产 像是一些创投基金或者是地产基金来降低风险 此时也不建议加杠杆或者是平凡的交易 降低仓位 随时调整组合 好的以上就是本周华尔街周报节目内容 提供大家做个投资上的建议与参考 祝大家周末愉快 中秋节愉快 我们下个星期同一时间再会